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应该更会散发魅力 我的肌肉是不是和加尔哥一样 我当时是不是比以前帅了一亿倍 毕竟十年过去了 一年帅几百万倍是没太大的问题 以后团名会改吗 因为我们现在是boy story 以后会不会改成man story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作业都不一样 所以进度也不一样 而且我们也不在一起写作业 俄子们除了私下练团舞之外 还有练自己原本学的五种吗 甲宝舞还有小雨 还有练hiphop吗 然后何英龙还有练breaking吗 人生还有练lucky吗 跟着大哥练特级妈妈不担心括号玩 无论答案是什么 我希望你们都能坚持练一句 在这同志化太严重了 我想今天这是你们的散光点 来现在回答 还有练自己原本学的五种吗 有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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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是有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会学习hiphop popping lucking 对 但是我们为了给boss们呈现舞 刀曲舞还是把精益更多放在团体舞上面 给那种秀一个 就是我和甲宝哥的特技怎么说呢 最近没有学 就是因为那个特技的那个 学特技的地方倒闭了 对 我想问你们几点睡觉几点起床 睡觉就是练习完或者行程结束之后睡觉 然后起床起床我们宿舍管理哥哥会规定 很想看你们一起跳广播起操的样子 哈哈 我跳广播起操的时候容易就是想先跳完之后就在那看着别人跳 就比如说他原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就先把跳完然后看着别人 挺挺有趣 起床说今年会很忙可以稍稍稍稍透露一点点吗 就是我们会 好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 这很 wif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